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大家讲点赞信的打法 因为我知道一会就即将要干上天 所以一会再跟大家扯淡 先让大家来看一看我的赞信是怎么来对付对面的链金的 首先肯定是要自己的中单帮忙打F4 当F4之后的话我们就有了经验 有了经验之后会干什么呢 就是在线上等到机会 只要一到二级 那就是对面这个人的末日已经到来的时刻 基本上只要到二级的时候 他要是不跑的话 被我干死一次 那丧路就已经变成了银接烈狱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来到了丧路 这世界级上单已经来了 我现在一直以为我是草莓PDD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打一个兵 惊爱已经快要到二级了 再打一个兵就已经是即将到二级 现在就剩这一个小兵的话 我们先来捅一捅炼金 然后把这个兵直接给打到残血之后 让小兵来打扰他 然后现在我已经开始准备干死炼金 让他散现 我也散现 给我去 漂亮 谁能挡我 医学 世界级上单 你们能理解我吗 能懂我吗 一半人是无法理解我的 那好 我们把这个兵线清完之后 然后就回家 多神勇 多神勇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到底有多猛 对吧 所以咱们就不多提了 很神勇 那好 我们继续来搞 当然最近这一天 有些朋友 看了我上一期视频之后 我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很多朋友说 小智你真聪明 只要提前抢在市场 其实说是吧 我聪明伶俐的一面 这只是才刚刚攒了一小角 但是有些朋友 也借这个机会来耍流氓 提前祝我清明节快乐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野区已经开始干上了 这基本上已经不共戴天了 然后刚刚是用一个攀森去对面的红buff出浪 结果 这奴奴还真拿到双buff了 你上哪说了以前 上哪说了以前 有些打野的 总是这么没有节操 喜欢送双buff 但也有些朋友问我 怎么才能不送双buff呢 小智你说一下 我现在就跟你们讲一个最有效的不送双buff的方法 你打完一个buff之后 请注意 打完一个buff之后 立刻就去杠杀 急死了 顶多就送一个buff 绝对不会送双buff的 绿色健康 小清新 专业级的解说 胡道无气农 疯一样的男子 有时说句话 我都爱上我自己 你说就这种方法 谁还能从你省上拿到双buff 对吧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就告诉你 送一个buff就完事了 别送太多 不能给队友留下口词 经常有人 那一整天 拿了双buff去杠杀 一死 对着 妈妈的送双buff 现在你就拿一个buff去杠杀 谁还能说 你说你是送双buff的 对吧 所以你深谋远虑 玩游戏得动点脑子 对 对好 咱们就不多提了 但说实话 每次一讲到这些专业级的知识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少女 在那里对我充满着幻想 前几天又有一个女性给我发了邮件 大家说实话 邮件写的挺感言的 这实话 小智 我是在城海三溪的时候就关注你的一个女性观众 我可以说是看你视频长大的 我一听 看我视频长大 我当时真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说怎么能这么感动 一个女孩写出这种问游都是文笔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说来来发一张照片给志哥看一下 然后他就把照片发来了 我发现这女的杀谎 什么看我视频长大的 根本也不大 根本也就不大 顶多就 对吧 我们就不多提了 现在看一下 我准备又是搞死这个炼金 但这时候这个死哥来了 那有危险了 不过我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只能跟这个炼金换命 世界级上单 开弓没有回头剑 谁能挡我 对吧 就是这个节奏 当然了 为什么刚刚我不往回跑 因为手心力点看到死哥来了 我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所以我只能跟他拼死 当然说实话 赵沁这个英雄 他 你要真想拿他打上单的话 我觉得 还是有点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英雄 他的反杠可能力不强 就线上的 只要一遇到打野的抓他 你稍微针对他一点的话 只要他稍微抓到他一丁点的机会 赵信基本上就死了 除非他有散线 没散线的赵信 是没有保命能力的 所以说大家请记住 玩赵信 请做好思想准备 一旦遇到对面打野 不要脸 你就完蛋了 那就是凤坑旁边打地铺 你是离史不远了 那好吧 咱们就不多提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线 每一次我把这个线都控制的很好 基本上每一次都故意把这个线留着 就是你算好这个线 你就估计好了 就是等你把这个线和他拼死之后 然后你要保证这个线 最起码要在中间 或者说占你这个半场 这样的话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链金 现在他每一次他出现在上路的时候 他永远的这个线是在中线 或者是在我这一半的距离之内 他控不住这个线 所以说只要给我一个机会 我能追他几下的话 那这个链金 就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链金 现在都不敢补刀了 只能在那里默默的吃着惊艳 看到这的时候 我都感觉心都碎了 大家请听这是什么声音 心碎的声音 其实让每次跟这种对手打的时候 我心里总是会默默的祈祷 希望他下去能长点记性 当然不要以为这是超低端的虐菜 这场比赛是爱欧尼亚1700分的排位 虽然说分段不高 但是最近马也不至于菜场那样 那好 咱们就不多提了 然后继续来看比赛 当然刚刚也是讲了 就是说有个少女说看我这个视频长大的 虽然说长得不大 但是我还是加了她在跳跳 我们两个在一起聊聊聊天 结果这女孩普通话不怎么标准 所以沟通写的稍微有点费劲 前几天我们两个聊一聊 聊熟了 我问她 我说你当我是什么 她说我当你是爱因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原来我是诗金 后来她跟我解释 说她当我是爱因 不是当我是诗金 那我想多了 我想多了 对不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经常建议大家 多练一练普通话 不然的话 有引起误会 这就不好了 所以我又一次用自己的真实的故事 教育了大家 让大家有一种学普通话的冲动 不然的话 总容易搞出一些事情就不好了 爱因 我们也就不多提了 不过这个女孩 我们在一起聊的 也确实很开心 也很开心 不过聊一聊 我发现她有点过分了 聊没两句天 就跟我说小志哥哥 能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 我说我电话新买的 我怎么能给你呢 她说我不要你电话 我要你电话号 我电话号也是新买的卡 我说连同三级的 里面还160兆流量 怎么能给你 然后后来这个女孩也就放弃了 太太太现实了 这一眼是没两天要我电话 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我再跟你聊两天 就打算邀我去三亚 我是那种人吗 我是随随便便 就会跟你去三亚的旅游的人吗 对吧 有时候太小瞧我了 现在这社会确实有点乱 就像前几天我也说了 我说这个微信那些什么的啊 哎呀 这每当像我这种这个充满正义感的人啊 看到社会上发现种种惨剧的时候啊 我这个心里呢 总是跟着悲伤了起来啊 然后呢 这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啊 我又一次回家买出了一些装备 但这里呢 也稍微给大家讲一下照信的装备和加载方法啊 正常照信的加载方法呢 是这个主意负Q或者负W都可以啊 当然这个给大家减下这两种加载方法啊 像我这场比赛呢 由于打出了优势啊 但是呢 对手还比较猥琐啊 所以呢 这个先后之间会有一定消耗的过程 所以我选择了主意负W啊 因为这个能挣扎一定自己这个回血的能力嘛啊 当然了这个 如果说你感觉是对面这帮人啊 这个你能打过他了 而且他还比较浪啊 没事就想跟你俩干一下的话 那就毫不犹豫的主意负Q啊 就捅死他啊 丧天 当然了这个 好啊 这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又开始准备搞这个链金了啊 这链金呢 现在他也比较肉了啊 不过他等级呢 比我还是低的啊 所以呢 没事呢 我就可以搞一搞他啊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意义呢 又一次好了啊 然后呢 我直接也是给他上了点言 然后呢 散现过去 但是呢 哎呦 这个链金又在讨厌啊 就我散现他也散现 然后呢 我现在又进了他的套啊 那好 又一次跟他换命了啊 哎 咱有点不太合适 不过那也没事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是还能够再去保证自己的兵线啊 在我自己的这个半场 让这个链金呢 少拿一点钱啊 然后出装备的话呢 我由于我这场比赛打出了优势 所以我选择呢 先出黑漆啊 因为黑漆能加点血嘛 撑一撑自己的血量啊 但是呢 正常来讲的话呢 就是不建议出黑漆啊 就是狂徒什么的都出了就行了啊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就不多提了啊 正常是狂徒日洋铠甲 那些往外堆肉 然后呢 这个团战的时候呢 你就像炼金那样啊 这当一个绞死棍 这直接呢 冲进炎群里面啊 然后一个大招开启 然后冲着啊 对面的这个发育比较不错的啊 像什么这个ADC呢 或者是发育好的这个AP啊 这个来回的这个用技能啊 不停的搞他们 哎 咱呢 这个看个人的喜好啊 我就不多提了 然后呢 这个现在呢 我继续回到线上啊 哎 当我们这个潘森呢 又一次拿了双buff啊 我很担心 他再把这个双buff给送掉 因为这场比赛呢 这个潘森呢 也算是练爆全场啊 现在可以看到 潘森已经跳大啊 我直接毫不犹豫的上去捅他 但是呢 这个潘森呢 大招呢 跳的还是不好啊 就这样 这时候黄指来了啊 黄指来了 一下呢 就把我们给全部圈住啊 而且这个赵姓的血量 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不是这个潘森的血量怎么搞的啊 那么少 而且呢 刚刚呢 由于这个即将要捅死对面黄指的那一刻啊 这个链金呢 把我给丢到了后方啊 所以搞的 我也是有点郁闷啊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你玩的像这个潘森一样的话呢 我建议啊 拿一buff来杠森 就千万别送双buff啊 有点无解啊 其实上面已经打出了很大的优势 他不用使劲的来帮我啊 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来反杠森 例如说黄指来抓我的时候呢 你要这个潘森呢 直接来跳大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黄指给吓跑 这避免的黄指和链金戟给我搞死啊 然后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个血量和蓝量都不高了 但是我又不想回家 那这个时候 我就正在等待着什么呢 其实我是在等待自己的血量和蓝量恢复 外加技能的恢复啊 尤其是等待着这个点盐 最好点盐能恢复啊 但是他不恢复的话呢 我也是有机会弄死对面这个链金的 所以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正在这里呢 默默的等待啊 默默的忍耐 又要研究了一些新的阴谋啊 那好啊 小链金我弄死你 一会儿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这链金 但说实际上 每次看到链金的时候呢 我总是会想到一部这个日本漫画啊 叫做这个火影演者啊 总是会想到那个背个葫芦 脑子上有个纹身的那个家伙啊 吴爱罗啊 但说让吴爱罗确实很帅啊 这个 你什么时候能见到过 说有人敢往脸上纹身呢 嗯 这一般人都不敢啊 这也就咱中国的90后敢这么干啊 但是这吴爱罗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韦啊 直接往脑袋上纹一个纹身啊 非常的凶残啊 那好 这个现在我们就不多提他了啊 每次提日本漫画的 这些人就骂我什么 这些啊 小智你不知道应该抵制日货吗 嗯 其实说实话啊 我也知道应该抵制日货 但是 这有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咱们这个说一说日本的东西啊 也是无奈的啊 你看这个 有时候一让我提这个 大昌老师啊 有些人就说了 哎 妈的 抵制日货啊 但是你看小昌老师的视频的时候 你你你抵制了吗 嗯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所有技能都已经恢复了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跟这个炼金开始搞上了 而这点眼也恢复啊 这现在呢 炼金基本就完蛋了啊 哎呀 那这个炼金现在还在往那头跑弹 我的意再去恢复 能穿过去 穿上那漂亮 嗯 因为谁弄死了他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就是在等待自己的技能 全部都恢复西地啊 你可以看到我的大招一恢复 然后我的点眼一恢复啊 这个时候呢 炼金我就可以一探 给他打死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非常的凶猛啊 我的赵信 我都爱上我自己了啊 这真男人啊 纯爷们啊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 拿过去就一顿捅啊 就从此为止啊 也非常的凶残 好啊 这咱们就不多提了 然后一会回家呢 我就基本上可以出我自己的黑切了啊 只要我黑切一出来之后啊 那基本上啊 这不止上路是银剑链狱啊 这些基本上整个赛场啊 都已经变成银剑链狱 我已经打出了属于我的统治力啊 那好 现在又买了一个红水晶 然后这个准备去中路啊 因为我感觉这个小龙好像也快刷了啊 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死哥有点瘦脏啊 这有点瘦脏 所以呢 这个我准备搞一搞他啊 而且这死哥的衣服也很帅啊 穿的一层黑色啊 像个蝙蝠侠一样 那好啊 但是我现在一看的话 这个死哥又跑回去了啊 我又感觉好像不太好 而且上路的链机呢 又准备来带我的线 我的上塔的血量呢 也不高了啊 所以我还是选择呢 回来守一守上塔啊 而且这几天呢 我看这个视频留言啊 这大家对我的这个真实相貌啊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有些人呢 也在那里呢 这个伪造了一些照片了 这发出去啊 说是小致的啊 然后也有几个别呢 这个呃 比较讨厌的啊 这个呃 弄出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但这里呢 我劝大家别着急啊 这今年呢 咱们差不多能见面啊 这过几天呢 我这准备搞出一些事情啊 然后到时呢 大家就能看到我的真实相貌啊 而且前几天呢 有一个女孩啊 还因为这个要看我的照片啊 上当受骗了啊 这个非常惨啊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又是准备搞出这个炼金啊 但这炼金呢 也挺讨厌的啊 而且呢 这我感觉周围好像有危险 所以呢 我就提前往后跑了跑 你看果然这个皇子就来了啊 果然皇子就来了 然后呢 这一会儿再给大家讲 这个究竟那个女孩 怎么丧当受骗啊 现在这皇子还敢跟我干啊 那现在看一下啊 然后呢 我直接一个大招啊 然后外加一个散线 就准备逃跑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啊 赵新的逃跑能力很差 结果呢 我又一个亿啊 亿回来自己的 这个敌方的小兵这个位置 结果呢 现在这炼金跟过来啊 那好吧 这还是死了啊 但是呢 结果我们这个潘森勇敢了啊 潘森勇敢了 四届级打野啊 四届级打野 现在准备干死 现在看一下 能不能弄死啊 好啊 这还是被一塞炮给打死了啊 那好吧 咱们这个就不提他了啊 这个潘森勇 我也是发自肺腑的跟他说一下啊 我说潘森勇 你少点送啊 你要再再送的话 我上路打出那点优势就都没了啊 这有点受不了啊 你这种这么搞 我就有点不理解他了啊 然后刚刚不也是讲了吗 就是有一个女孩啊 因为看我这个想看我照片就上当受骗了啊 然后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 接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就是前几天呢 我发了一条微博啊 这个就发了一个微博说什么呢 啊 观众朋友们 你们不想看我的照片吗 我就发一张照片给你们看一看啊 然后发了一个纯黑色的照片给大家 其实我发那个纯黑色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呢 在咱这里请注意啊 不是纯黄的 是纯黑色的啊 我发纯黑色的照片给大家 发纯黑色的照片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是有寓意的啊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呢 我给大家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啊 我发一个纯黑的呢 让你觉得说啊 你在那里幻想啊 这小致在你心目中应该是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啊 结果呢 这个有比较用心的呢 就把这个纯黑色的照片啊 那就这个搞出一件事情啊 弄一个纯黑色的照片发给那女孩 哎 这小妹妹 我有小致的照片啊 他啊是吗 给我看一看 然后行啊 然后就把这纯黑色的照片发给他啊 说你只要验真的看两二十秒啊 这小致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 结果呢 他看了那五分钟啊 也没出现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又跟他们搞上了 而且呢 一副单光 万夫莫敌啊 直接冲过去就开始对他们的小句话一通乱统 好漂亮啊 现在呢 已经是帮助这个流浪拿了三杀啊 三杀 但是呢 这个死哥一个大招 也三杀啊 那 这这这有点讨厌啊 有点讨厌 然后呢 刚刚其实我只要草丛里面有人啊 但是呢 由于这个赵信这个人说实话啊 他的冲阵能力很强 你们越战成一堆 我的威力越大 你们只要战成一堆号 一下冲一个大招开启啊 把他们全部打散 这个时候就给对我招成一个好的输出机会啊 结果呢 一贯非常勇猛 非常喜欢送双buff的攀升 他们 竟然呢 这个 非常围死我啊 没有敢跟我冲过去 你这个我就得受不了了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大家一块去的话呢 给第一时间输出的话 绝对也可以把他们团灭的 而且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吗 刚刚那个练球生的一三血就死了 如果要是一开始就起手的话呢 可能他们已经全部都死掉 而且我们可能死亡的元素呢 会减少一些啊 所以 跟他们也很难配合啊 不过呢 我也是不太肉啊 但是呢 这一会打一打的话呢 我回去之后 做个狂徒 做日然斗篷之后啊 那基本上的话 就真正的七进七出了啊 虽然说有点快啊 但是 哎呀 这有无奈啊 无奈 然后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我这个麦夫人当中听到啊 就经常有人在外面放炮子啊 放鞭炮 这我也是很无奈啊 因为毕竟呢 这是春节期间给大家录的视频 所以呢 难免的外面会有人放点鞭炮啊 这个打几个炮什么的 让大家听到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这个观感啊 不过呢 我也是很无奈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理解我啊 想现在这个链金呢 又出现了 但这个时候呢 就别跟他浪了 因为链金呢 刚刚拿到了三杀 这拿屁股想都知道 链金的装备一定很好啊 所以呢 我决定呢 还是去这个拿小龙 帮助队友来拿小龙呢 才是我言声当中真正的这个目的啊 因为玩上单呢 一闹击中 你玩上单不是以杀银为目的 而是以帮助全队取得胜利为目的啊 所以你看有些人玩上单呢 就是他即使发育的再好 他不敢第一时间去跟那个对面呢 这个来冲啊 来卖 所以这就有点尴尬了啊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再次冲上去 即使我死了 队友能够多杀掉几个人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现在这个赵信来啊 赵信的就一下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呃 队友呢 全部都给圈住了啊 然后呢 我一个大招 也是把对面的这帮也能给挑开啊 这延缓他们的输出 而且呢 我宁可这个牺牲自己 卖到自己啊 也要跟对面呢 来拼一下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帮队友争取了 很大的一个输出的空间啊 但是呢 这个非常尴尬啊 队友呢 也是呃 没有杀掉对面的这个链金啊 让我这个心中呢 也是有点小不爽啊 不过呢 还好呢 拿到小龙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二换四啊 这不咋的还是比较赚的 而且呢 这帮人呢 嗯 赵信的英雄的优势就在哪呢 就是说你只要冲回去之后的话呢 他不像那个其他的一些途径英雄 可能输出不是那么高 呃 你可能你可以稍微无视他一点 ADC APC 无视他就可以直接上去输出其他眼 那这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那个赵信的输出是极高的啊 非常高的 所以他整 你要站在那儿不动的话 赵信来回捅你这个ADC APC 几下就捅死了啊 所以你还不能无视他 所以吸收伤害的这件事呢 还是要落在这个赵信的身上 所以第一时间还要需要输出赵信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啊 刚刚呢 我就直接这个来来回回的用自己的意 来回的冲来冲去啊 就把对面这些火力呢 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而且呢 还把这个呃 对面一些英雄的这个呃 刚刚使使用就用大招啊 给打飞了 像这个死哥和南枪啊 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输出 然后我们就秒到对面的前排 这个皇子啊 然后呢 这个炼金也被我们打残 所以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没法玩了啊 基本上炼金残了 皇子死了 然后呢 我才这个牺牲 所以这就是呃 我需要做出的一些 为团队的团战啊 做出的一些贡献 然后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啊 已经出了这个狂徒铠甲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啊 妈的谁能吃我一死啊 谁能吃我一死啊 那好啊 我们继续来搞啊 当然了这几天要过年啊 你过年期间呢 呃 视频呢 可能呃 我估计反正 因为我毕竟不是说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过年也不像别人那么忙啊 就是我可能我过年的时候呢 更新的数字呢 还是和现在一样啊 就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宅男嘛 而且是一个独居的宅男 就是家里头 父母都从其他的房子里面住啊 然后我自己单独住来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有时间呢 我就给大家更新一下啊 是不是过年呢 对我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啊 顶多就一两天呢 去串一串亲戚就可以了啊 所以呢 这个我该更新还更新啊 大家不用担心 说什么啊 小智 你会不会过年之后就不不嫌 不不会再见到我们了啊 我们过年之后就不见到你了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 我这还指着这个搞网恋的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流浪 创造出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现在我要准备追死对面的这个 呃 南千 好漂亮 南千被我给追死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流浪拿到四杀啊 其实这个流浪呢 由于这场比赛 他已经连续几次啊 这个三杀四杀 就是他的发育也是很很牛的啊 很牛的 呃 而且这个流浪呢 他的装备出的也是很正确啊 他出了这个减魔法抗性的这个身影全杖 所以他的输出很高 你没看刚刚那个皇子还是炼金啊 跟他站在浪 直接啊 他一个达住控制住之后呢 一个跳一二跳啊 这个四个技能打出去之后 造成了成敦的伤害啊 不让对面被迫开团 他被迫一开团之后的话呢 我的这个输出空间就来了 先同死死哥哥 其实正常来讲 我呢 这输出就有点错了啊 我应该先追对面的南枪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南枪在塔下啊 所以还先捅死哥 然后大招开启 把对面打飞 这样的话呢 这个呃 好一点啊 所以我就选择先输出对面的死哥 所以我死哥死了之后也是有伤害啊 但是我觉得 呃 多多少少啊 还是应该拿他当个人看啊 你还应该先杀他 那反正追马杀他也没有问题嘛 这声音说他在原地会留下一个圈啊 留下一个大波啊 但是弄死他就弄死他了啊 但是这有时候玩这个近战英雄啊 就是一定要找好输出点 你像这个我平时没事啊 玩赵进 我刚开始玩那几把的时候 由于大家都知道吗 我的操作以飘逸为主啊 以飘逸为主 玩赵进嘛 所以这玩玩的啊 自己玩玩玩爽了啊 哇 谁能挡我啊 这画面来回乱点啊 就是见着谁就捅雷啊 接玩玩 我发现我把赵迅玩丢了啊 我哎 我英雄呢 我英雄呢 呃 就是英雄就找不着了啊 所以玩近战的话呢 一定要这个眼睛 验真的看着屏幕 看到说这个场上每一个动态啊 然后呢 这你究竟要输出谁啊 千万不要出现了 说把这英雄玩丢的这个情况啊 呃 这个是不太好的啊 那好 这个呃 我们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呢 我现在是到处的收钱啊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吗 我已经在为自己出这个日眼斗篷啊 做准备 但是呢 结果这上了这打野和ADC啊 不要脸啊 不要脸 钱我的这个钱啊 钱我的这个钱 然后呢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大家 我说赶快来打大龙 因为对面的男枪回家了 但是呢 只有一个女枪啊 理解了我的意思 她是她想来陪我打 然后现在我已经是准备来搞了啊 来搞的话 你看这个流浪 他一直就不敢来 那这就有点没有办法了啊 所以这个炼金一来的话呢 我们也只能撤退 那这个就 有点无语啊 无语 其实那就是 如果是破腹成招 直接来打的话 绝对没有事的 哎 现在什么 死哥什么 他们包炼金 他们敢冲进的话 这只有有流浪和这个潘森的点控 绝对是能给他们控住的啊 现在看一下 这个死哥上来来送啊 那现在看一看 我这一个大招 给他们先全部都给打开 这样的话呢 延缓一下他们的输出 现在我就是死追南枪啊 死追南枪 但是呢 我又准备回头呢 搞一些其他研究呢 被这个死哥大招给干掉了啊 我现在我的队友呢 也非常勇敢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流浪呢 已经是出了那什么了啊 出了自己的这个 呃 治天使 出了治天使之后的话呢 就没什么事了啊 哎 刚刚这个 死哥真的挺不理智的啊 他那个用散线 直接上来来卖 其实第一时间 要皇子来卖 他再跟个散线的话 效果会更好啊 然后现在 哎 等等观众朋友们啊 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看看两个人如何打大龙啊 两个人如何打大龙啊 这个啊 就就就搞搞死了啊 那我这个改天 我们再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这摆明的是两个逗逼啊 你这个你 你没事 你们两个来打个屁大龙 刚才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不来 你现在来啊 这个我 大鼻涕泡都乐水了啊 就差点尿子甩出了几滴 你这就受不了啊 这个真无解啊 无解 咱们这个就就不提了啊 然后我现在来下路搜一搜钱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女姐还跟我抢 你这真讨厌啊 真讨厌 我这日然斗篷要出来的话 就就无敌了啊 但他还跟我抢 但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 出完狂童的 你看这个想法 你要喜欢出日然斗篷的 你就出日然斗篷 你也可以出复活甲啊 但反正是复活甲 日然斗篷和这个狂徒 是肯定要出的 所以你找不出晚出呢 就看自己根据产生的情况来 因为前期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这个日然斗篷呢 并不是说 我觉得说 呃 这个应该先出狂徒 因为对面的这个丧胆呢 是一个链金 它不是物理输出 所以他们的物理呢 这个被我们的这个ADC呢 压制也比较惨 所以呢 这个我这么不着急堆物抗 所以我先出这个狂徒开甲堆堆雪 这话也比较好的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流浪非常勇敢啊 出了复活甲之后的流浪啊 基本上就已经不怕谁了啊 这谁能挡我妈的 谁能吃我一死啊 就这感觉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流浪非常勇猛 但这流浪呢 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因为这个比赛 我是先打后路 后配演嘛 先先先露下来 再给大家配演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 流浪好像出了两个女生之类 他准备一个出制天使 一个出这个黑漆 就魔漆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装备是制天使 然后呢 女生之类 复活甲 然后呢 身冤全杖 然后呢 还有一个法穿鞋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装备 我给忘记了啊 反正他 现场比赛这装备这么出呢 也是可以的啊 至于马上有点法穿和这个 捡对方魔抗的这个装备存在 总比那种就是存对肉的强一点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 然后呢 现在这个中路的话呢 他们还在那里浪啊 但我还是想先打一打钱 打出这个日元斗篷啊 再来看下一波团战啊 反正现在呢 我们是有很大优势的啊 所以有优势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着急开团了 你这个时候有优势的时候呢 乱开团呢 就是容易把握不住优势啊 然后呢 这个要给对卖一些机会 尤其是有优势的时候呢 乱打大龙 就说你这个时候打大龙没有意义 就你可以打大龙 也可以不打的情况下 你最好选 你有优势就别打大龙 你有太大 除非说你有很好的机会 80%的机会 能拿到大龙你来去打 要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你宁可就逼他们开团 一直压着他们线来打的话 也好了啊 要着急打大龙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会把自己的优势呢 给葬送掉 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想好啊 有些人经常跟我说什么啊 我1800的水平 但我打1200 我都没打过去啊 就一直赢不了 所以这个 真的是有的时候 你要想想你团战打的是否正确 节奏使用的是否正确啊 然后现在看一下 对面已经开始有点着急了 然后呢 现在我直接冲过去 捅对面的这个南枪啊 但是呢 这个宝石一在保护着南枪 结果呢 我现在直接是选择往后撤退啊 战略性转移啊 回来之后呢 又捅死了对面的这个死哥 那现在看一下死哥开大啊 但是呢 我这个血量现在很高 所以炸不死 那我就继续来追啊 那这基本这一波就已经忌计了啊 这波就已经忌计了啊 那这个看一看啊 破塔破水晶 然后再破对面的老家啊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那好 这现在看一看 然后呢 这个塔给破掉 然后水晶那个破掉啊 但那个时候呢 有人是标记了其他 让我们去打大龙啊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打大龙的话 还真未必能打死 未必能打死啊 你可以看到 你先就已经涉退了 就这个时候就你算好这个伤害 就什么地点 这个南千肯定是不敢来浪的 他来浪的话 有两个点控 一个潘森 一个流浪 绝对是能够给他留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呢 来这里呢 不停的搞对面老家里玩事呢 而且对面已经投降了啊 那今天这样比赛 这个用丧男啊 再一次维护了地球的和平